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子慈悲大家好 有網友來問說 挑個好師匠來保護生產 這個孩子會比人家好硬嗎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顧問在這裡做一個系統的回答 命運不是指決定出生的時程 出生的時程就在命盤叫先天條件 還有後天的環境 還有助我的努力跟學習 還有未來自己養成的觀念習慣 後天也會影響很大 所以挑個好時程 自然先天條件會好一點 所以來挑時程來保護 理論上是對的 他的先天條件的命盤會比較好 是有道理的 可是呢 既顧問的經驗 很多人去挑這個時程 你想想看 你挑這個時程 請問那個醫生有空嗎 如果時程是三根半裂 那個醫生會配合嗎 好 如果剛好 剛好 你挑一個好時程 醫生也願意配合你 那有時候小孩子提前出來了 他提前症痛啊 他就不等到那個時候呢 那他就提前出來了 對啊 所以很多人來找師棍 挑這個時程 棍就會跟他講 你好好的積功德吧 你積功德做好就有好祖孫 小孩子呢 會奔你的福氣 奔你的福氣 你會應小孩 所以呢 小孩子的命運是祖父母 祖先的祖德來應他 你的祖德好 他的巴助可能會好一點 所以來下來的還是命盤會好一點 你如果祖德不夠 你硬挑這個陸旗 你也挑不到 所以孫恩的經驗說 我要幫人家挑陸旗 連續挑一個禮拜一直找陸旗 都沒有找到一個適當的 沒有一個找到適當的 那這一班船 人家投他去坐一班船 那來一個禮拜都這樣丟丟丟 一個禮拜都這種命 有一個時整都是這種命 很難 這時候大家都知道 要挑個好時整的佛物 好 你之後挑得到 那個時候佛阿 我就恭喜 的確他會好命 可是 人算不能天算 這是我的經驗 原來是自己多累積功德 尤其祖父母 祖先 一定要有主德 才能出個好主神 這是孫恩的經驗 當然 你挑個好時程 理論上 那個時程出來的 可能就會比較好 有先天的條件 可是 要系統 孫恩已經講過了 還有環境要給他 他以後遇到怎麼樣的朋友 另外的一半的選擇 都還會改變他的命運 那命運是有先天條件 後天環境 學習努力 自我學習努力 自己的這種 最後養成的這種 觀念 習慣 都會影響你的命運 不是只有先天 那你硬找一個路期 你來看看你有那麼一個福分 不是你找到了就會一定 那個條件都會棄止 剛好為那一天 所以好好的修德 吃好準時 比較實在 以上是孫恩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慈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